晚間九點多 KTV大廳服務人員手沒停過 甚至還有人配合 萬聖街變裝Party 不過康瑞颱風來襲 就在還沒宣布 停班停客消息時 就有網友發現 KTV包廂已經被訂光 引發熱議 我們原本就遇好電話來唱歌 其實剛好遇到颱風 但是就很爽 剛好換句 其實早在前一天 氣象署就預估31日 各地都會有強風大雨 21個縣市風力或雨量 達到停班停客的標準 不過恐怕大家 想放鬆的心情藏不住 而實際直擊31日早上 放假就是要來唱歌 生意其實是滿好的 唱歌也很多 但是外面也不多 現在有打電話問過 還好 還好 即使風雨不小 KTV門口還是出現 零星的唱歌客人 計程車也早早準備好 排班載客 另外也有部分民眾選擇 趁早上風雨小的空檔 做最後採購 我們跑了很多間 我跑了三四間 缺點都沒有 這兩天要加美東西吃 就是這兩天 聽說明天就上班了 所以不用擔心 一天而已 賣場貨架上不少商品 空了一大塊 店員緊急補貨中 尤其是葉菜類 刮果類 甚至還有即時麵包 店員更透露 前一晚出現外送大爆燈狀況 差點出不了貨 另外接連兩次颱風 預期心理 菜價已經出現微幅上漲 包含青蔥一把190元 青椒出現了80元一斤 甚至一顆70元的金人價 還有四季豆130元一斤 牛番茄兩顆就145元 至少都有兩成漲幅 貼心民眾 適量購買別急著囤貨 這楊超王一婷 SNJ小組台北報導 北 connected to specifications 北千總 Captionshem 北千金